今次陪我們去旅行的是演員板口梁泰藍 他的地方是紅本 厲害 厲害 好漂亮 簡直是天堂一樣 還有綠洲的感覺 今次旅程一開始 就去到火山口遺跡對出的一大片木草地 草千里 那裡有煙出的地方 是不是就是中鱷 真的很大煙 火山還活動 厲害 厲害 同一時間看到天堂和地獄 像不像 像吧 我覺得大自然真的很神奇 厲害 哇 好舒服 阿蘇的地形 大概由27萬年前 經過多次的火山爆發而成 在盆地旁邊 有很多山岳包圍著這個地方 阿蘇五岳當中 依然有活動的活火山 就只有這個中岳 我要去到火山口 Let's go 和剛才的風景完全不同 這裡周圍都是岩石山 前面就是火山口 是不是 怎算好 又緊張又期待 嘩 好大煙啊 嘩 厲害啊 嘩 好深啊 我沒想到火山口會這麼深的 還深到見不到底 我覺得好像穿越時空 但是遠古時代 這個火山口 它的範圍有四公里那麼大 深一百三十米 現在還在出煙 這個景象真的很震撼 快點拍一下岩石吧 顏色有一種漸變的效果 是天然形成的 好厲害啊 地球還有活力 原來在阿蘇這裡有一種活動 可以體驗到大自然的 好 你好啊 今天要麻煩你了 你好 很歡迎你 其實是這樣 聽說 我今天要坐著它周圍去 是啊 現在可以坐上去 真的很心急啊 嘩 慢著 我第一次坐這種車 是啊 這輛車是用橡膠鯉帶做車 是 可以上到四十度的斜坡 原來 要戴頭盔的嗎 是的 你喜不喜歡玩過山車 當然喜歡 有過山車這麼刺激嗎 是啊 真的好期待 是啊 那出發 要麻煩你了 坐著 我們出發了 嘩 嘩 厲害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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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舒服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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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地面高低起伏很大 但車子走得很快 好厲害 車子走了15分鐘左右就到了 好刺激,是大冒險 風景真的很漂亮 嘩,厲害 沒想過會這麼漂亮 在前面的是中鱷 左邊看到最盡是大昏縣的九重連山 那邊就是大昏縣嗎 沒錯 我現在身處破火山口 我沒想過來到之後 可以看到這麼壯麗的風景 拍的,很值得來一次 拍的了,好,笑一下 來到多人要拍照留念 由阿蘇市出發,開車向北行 大約60分鐘車程 就會到達八口梁太郎上來的地方 是代表著熊本縣的著名溫泉 黑川溫泉區 由江湖時代開始 這裡已經是個很出名的湯市場 大概有30間溫泉旅館 我好喜歡走這些小路 嘩,厲害 這裡的風景真的沒得走 感覺很好 聽到這些流水聲 個人都開心點 心境都會很平靜 謝謝 今天入住的地方 就是在黑川溫泉的這間旅館 你好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我訂了房間 今天要麻煩你們 旅館位於阿蘇的大自然當中 環境很寧靜 旅館的佔地範圍很大 除了有露天溫泉,洞灰溫泉 還有天然的村溫泉等等 只是這裡的溫泉 都可以浸足整天 快點去房間看看吧 今天為你安排了這間 在406號途房 謝謝 是獨立屋 沒錯 請進去吧 那我進去吧 謝謝你 好漂亮 厲害 看見一條河 嘩 這間房間就是一樓 充滿格調的日式空間 當然令客人很滿意 但是豪華的 並不只是這間房間的裝修 還內有乾坤的 是浴室 沒錯 真的很驚喜 厲害 厲害 這間房間有專用的半露天溫泉 住客可以放鬆身心慢慢浸 晚餐仔旅館的餐廳裡面品嘗 好幸福 這餐是匯籍料理 選用的都是阿蘇當地的食材 你好 請試一下我們的刺身 這些是馬肉刺身 哇 好東西來的 這馬肉刺身很漂亮 不客氣了 首先試一下 只有一塊 點一點醬油吃 真的點一點釣味 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這馬肉真的很甜 是不是沒有介紹錯呢 現在是微微推介 你可以加薑再加醬油 好 味道很配 這次試一下加薑和醬油 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還有當地的美食豚子湯 還有新鮮的刺身 每一款都是這麼好吃 來,試一下我們的鹽燒香魚 嘩,是香魚 要趁熱吃才好吃 知道 魚肉很軟 很好吃 這款是肥厚牛的牛扒 肥厚牛? 沒錯,紅本在古時叫做肥厚鍋 真的嗎? 肥厚 原來是這樣 難怪 原來名字是這樣的 我第一次吃 真的要試真點 這些聲音 真的很吸引 聽到就想吃 吃這麼貴的牛肉 好像變成了有錢人 是肥厚牛 我不客氣了 很旺食 這種牛肉 越咬越多肉汁 掉在嘴裡 很澎湯 肉很軟 我來到紅本 發現真的好像大家這樣說 自然環境豐富 有海又有山 還有很多大自然恩賜的食材 所以來到之後 吃每樣東西都是這麼好吃 好驚喜 紅本實在是沒得走 很難 我以前看風景相 見過這裡的 所以一直都很想來看看 幸好 這次來拍外景真是好 我已經很期待了 好像聽到水聲 好漂亮 好感動 眼口梁太郎 有些人一直都很想來這個瀑布看看 這個瀑布闊大約二十米 落差有成十米左右 由於阿蘇的火山活動頻繁 令瀑布的水流 就好像分沙般散開 真的想不到 是想和親自來看 會是這麼不同的 我沒想過這個瀑布是這麼大 現場看很有氣勢 嗯 嗯 還可以走到瀑布後面看看 還可以走到瀑布後面看看 嘩 嘩 嘩 厲害 是呀 通常這些瀑布 兜去後面 都只是有岩石 或者是山 總之就沒有什麼特別好看的 而這個瀑布後面 不單是光源充足 還可以看出去 看到這麼漂亮的風景 還可以走到瀑布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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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站是人稱南亞蘇的客廳 高森丁 那裡有一間香腸料理店 你好呀 歡迎光臨 已經幫你留了桌子 打完了 那就要麻煩你們了 多多指教 我帶你進去坐一下 這間餐廳由舊民居改建 已經有220年歷史 主要提供用麵糞炮製的田鱷料理 準備好可以燒來吃 謝謝 田鱷料理由江湖時代開始 由京都和出雲一帶的田鱷文化 獨自發展而成 我們這裡吃的是高森田鱷 將食材燒到有少少焦香 再塗麵糞上去繼續燒 這是最好吃的 一直看著食材燒的時候 可以嘗嘗這款加了麵糞醬的舉藥 就這樣我不客氣了 很好吃 麵糞醬的味道很甜 很好吃 麵糞醬還加了雞肉鬆 而且舉藥還夠大牙 很好吃 謝謝你 我喜歡這種麵糞醬的香味 當然要這樣吃 完全正確 這樣吃才最棒 配飯很好吃 我平時很喜歡自己煮麵糞湯 用不同的麵糞 煮出來的湯味道都會很不同 所以很喜歡試不同的麵糞 你喜歡就好了 食材燒到有少少焦香 這個時候可以再加麵糞 繼續燒一下它 這種是芋頭 由於它的外形看起來好像一隻殼的頭 所以名字叫做鶴子糊 專門用來做田惡料理 在蘇山的山腳 泥土有很多火山灰 種出來的鶴子糊很好吃 原來是這樣 對 應該都燒到差不多了 真的熟了嗎 對 試鶴子糊先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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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漸的 這次用的調味是大葉麵糞 嗯 比小薯仔好吃 記起一根芋頭它的口感很嚴韌 加上麵糞很好吃 這種是漢士雜蟹 不知道味道是怎樣的 很脆 好吃 那就好了 真的 燒到很香 而且加上這些麵糞 和蟹的味道真的很配 謝謝你這麼喜歡 芽芽糞的美食令人再生回味 這次的最後一站 是板口梁太郎很想去的地方 我又是 看過這裡的照片 所以才上來看看 是第一次來的 是第一次來的 是這裡了 突然間來了森林 感覺很神秘 嘩 厲害 穿過了一瞬間鳥居 周圍的氣氛和空氣都好像完全不同了 繼續在大約長300米的參道前進 這裡就是本殿 本殿 本殿後面有一條很斜的斜坡 走上去就是這次的最後一個目的地了 看看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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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前面 好看前面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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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